谁能想到曾经以农业著称的农业大国,现在居然连续多年,成为全球粮食进口第一大国。 按照海关公开的资料,2018年,中国进口的古物及古物粉,达到了2046.9万吨。 进口的大豆,达到了8803.1万吨。 合计进口的粮食总量,达到了1.085亿吨。 继续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,5.6亿,小于280万。 农民人数多却是粮食进口第一大国。 2018年,我国农村户口人数5.6亿,占我国人口总数40.42%。 去除掉未从事农业的人口,起码也有2-3亿左右的农民。 对比美国,是世界粮食第一出口大国,但美国农民数量,只有280万。 占美国总人口数的2%,由于大部分都是用机器代替人工。 美国农民可以做到一人管理450英亩耕地。 照料6-7万只鸡,5000头牛。 可以生产谷物10万千克以上,以及生产肉类1万千克左右。 养活98个美国人,和34个外国人。 果然应证了科学技术,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。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还处于精工细作的小农经济。 虽然有向农业全自动、机械化生产的趋势,但进展缓慢。 再加上进口粮食物廉价美,进一步抑制了我国农业的转变。 只要下决心,农业崛起就是正在进行时。 农业如何崛起? 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现在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国。 但印度还能出口粮食。 2018年,印度出口的大米总量,约为1137万吨。 稳居全球第一。 可是印度在独立之后,也曾多次陷入粮食危机。 还被迫从美国进口大量粮食来稳定粮价。 从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, 印度的粮食生产的增长率,仅为2.5%。 无法满足国人对粮食需求,不得不采取定量供应的措施。 每人每天只有394.9克,最高至408克。 之后印度开展了两次绿色革命。 第一次绿色革命,让年印度的粮食生产增至1.7亿吨。 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。 第二次绿色革命,不但是全印度人有饭尸有衣穿。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。 还有鱼粮和优质农产品出口。 所以农业只要重视。 并不能实现自给自足。 在经过2018年,美国大豆风波之后,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粮食进口。 2018年,我国累计进口粮食为1.08亿吨。 较2017年的1.2亿吨,已经减少1264万吨。 大豆进口则同比下降7.9%至8803万吨。 同时2018,我国全国粮食总产量,6.58亿吨。 继续为全球第一产量大国。 由此可见,我国农业崛起不是未来时,而是正在进行时。